为儿孙累下窝巢 中招打石几千刀 为孔儿孙女后 小燕经养数日 背望扎下林毛 望了父母养育牢 展翅摇陵飞远 飞到荒郊野外 遇见避暑的狸猫 连皮带骨一起脚 可探着小燕残生 不丧了 其实是定场诗 这个以前来过的观众 知道 说你不没有定场诗 那是咱说书 今天呢 给您说一段 单口相声 这个单口相声 什么题目呢 叫画把签 可能有的观众听过 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民国 民国北京 这儿有这么一个大财主 家里有钱 占着房 躺着地 银行里存却多少多少钱 不说富可敌国 这家富裕的可以 就这么一家 这家姓什么 姓狠 说了 说百家信 这么些信 没有姓狠 咱们呀 但愿没有 咱也希望他真的没有 这家姓狠 财棒 人也棒 不过这家里有钱 人也全 人都 老头老太太 带着三个儿子 一个老姑娘 老头很老头 老太太 很老太太 三儿子很大 很大很二很三 这老姑娘 很老姑娘 一家都很在一块 三个儿子 各自都娶了一房儿媳妇 都成交了 娶了儿媳妇 老姑娘也出阁了 这老姑娘出阁这个日子呀 选择好 我想家里有钱 任何都讲究排场 就不说人家这个公事怎么办的 咱就说这台架子 老姑娘的架子好极了 六十四台 说什么叫六十四台 八只大张目箱子 单家皮棉纱 顶面肥 什么都有 随手用的这些家具 陪送了两堂 一堂瓷器 一堂锡器 瓷器有什么呀 花瓶 档瓶 摆的这个瓶子 还有日常生活当中咱们用的 饭碗 盆 还有茶碗等等一系列 再有一堂锡器 什么锡器呀 茶叶罐 茶干 还有油灯碗 这个锡灯 说这油灯碗怎么回事啊 就是新人入洞房 在洞房里用的这个灯 这里边放的是油 点的这个油 在这油里边呢 加密 这有一个讲究 叫密熟油 取一的机型化 还有呢 洗礼壶 等等这些 这是一堂锡器 而且这堂锡器 多到什么程度呢 咱不那么说 咱就按重量来说 四十多斤 就没送这堂锡器 就四十多斤 而且这四十多斤 满都是道口锡 什么叫道口锡呀 您看现在也不是啊 您满回这个锡器来 把这个锡器掉根 您看掉根在这顶上 有一个红戳 这个戳上写着两个字 叫扁铜 扁铜 您拿手敲一敲 淡淡淡地想 好锡器 据说那个年代 据说那个年代 道口锡的行事 要超过银子的行事 就是说这个道口锡 要比银子还值钱 您想想四十多斤的锡器 这得断钱 把人家家付一表有钱 可是有这么一面 过了两三年 就是姑娘出责两三年之后 家里不好了 怎么回事 狠老头死了 哎呦狠老头的意思 大办白事 这堂白事办得真大 左林右舍临近 都瞧大木哥 瞧人家家的白事干 可是狠老头一死 这狠老太太 可受了罪 或者狠老太太怎么受罪了 因为她呀 当家主事 您各位啊都知道 当家主事人都得拿得起来 拿不起来不行 这老太太就拿不起来 再加上自己呢 都是亲的挤的 都是亲儿子媳妇 哎绝对 无所谓 就不用当家主事了 就把这钥匙给交住 这里就有问题了 你把钥匙交出来了 你得指定一个当家主事的人 没有 没指定当家主事人 觉得都可以 都是自己亲得及的 这很乱了 这怎么乱了 不说别的 就说这一天吃饭 吃不到一块去 一天二十四了 表示这大灶永远 咕咕咕咕咕这么烧着 干嘛呀做饭呢 大老体的 大爷要吃炸酱面 二爷呢 烙饼顿肉 三爷干饭酸丸子 大奶奶吃丸子 二奶奶奶吃花嘴 三奶奶奶吃饺子 您说这怎么做呀 这一个大灶 一天到晚没有闲着的水保 就说呀 还有事 九里三不合 就这三个人其实不合 说您吃饱了 您就歇着就呆着 不就完了吗 不吃 吃饱了 骂贤鸡 说贤链 三人一块啥去 有孩子骂孩子 没孩子骂猫 您说这猫找谁找谁 就说呀 开始啊 左连右舍街坊啊 还帮着劝 哎呦别打了 还跟着劝 后来呀 司空见惯 人家可就不劝 今天那咋还劝人们 就不劝了 邻居们不劝 和老太太劝 和老太太劝了一阵 也劝不住了 得了 咱不是过不到一块去吗 咱分家了 这边就要分家 那个时候分家呀 有一个讲究 讲究吃散伙饭 这散伙饭吃什么呢 是炒菜面 要吃这么一顿炒菜面 叫散伙饭 说那 那就分家吧 整块亲朋好友 就都叫来了 还是分家 说分房 大爷老大嘛 那肯定分老宅 自己就把老宅留下了 那家里有钱 有的是房 二月三年 每个人也分了一个地 也分了一块房 说这三处房 大小不一样 怎么办 有办法 找评估 就是这股价 现在人家评估 估计 看这三套房 差多少钱 差多少钱的 从银行里取出来 把钱给编上 跟早 分来往分家去 等会儿的家去 挨着点分 分来分去 分到最后 剩了两框煤球 大爷说 这别分了 那什么 找一破了 按破了两个 你一破了 我也破了 老二给拦下来 这雨淡光 不行 按破了两个多了 少了哪行啊 我不是吧 分没球 挨个数 数着分 分直听到最后 剩了一根筷子 这筷子分 老三出主意 剁三笛 一人一笛 直听到最后 剩了一个大红子 就没有一个人说 那什么 你们哥俩呀 一人一个小子 这我不要了 没有人说 愣了半天 没人说话 那轻碰好 我更不说话 最后 老三详细处理 那么这样吧 这这这一根筷子 咱买一个大筷铁山豆 咱再分 把铁山豆 买回来 买回来铁山豆 你一个我一个 他一个 你一个我一个 他一个 分来分去 最后的铁山豆 剩了两 你这怎么分 老二输主意 那什么 这铁山豆咱别分 就这俩呀 咱先强手给它扔出去 谁有灶 谁捡谁吃 你说这还能吃 就对 所有的都分完了 这半会儿 饭也吃完了 二爷三爷站起来了 各位 各位各位各位 各位亲朋 各位贵友 今儿您各位辛苦了 您辛苦 您辛苦 老姑娘 老姑娘 你辛苦了 这个家呀 就喝完了 饭也吃完了 完了什么 这个大哥呀 就没得说 我们大爷呀 在老宅 人家就没得说了 不用布置什么 我们呀 亲安的家 很多东西 都得重新归制 事还挺多 还什么 我们不多赔了 不多赔了 各位各位 您忙着 我们走了 二爷三爷刚要走了 这会儿 老姑奶奶在那坐 从早起 老姑奶奶就来了 和颜悦色 一直笑着 看着他们 看着他们冲房 看着他们分家去 看着他们怎么数眉球 看着他们怎么做怪 只听到最后 看着他们分的铁栏洞 就分这路 神明的事 看着二爷三爷要走了 老姑奶奶站起来 要 看着什么 二爷三爷 老姑奶奶说 您这就走啊 啊 走了 不是 您看 那个 您分完了吗 拿手 划了一下 物理的家具 您看 您分完了吗 老二爷说 他分完了 他都都都分了 快点都剁了吗 这个 您再想起来 是不是还有没分的 您再琢磨 老二说 哎呀 妹妹 还是你心眼多呀 啊 还有没分到的吗 没事 我们想不起来 您得提个醒 看哥哥们 还有什么没分的 这会儿老姑奶奶 马上都放弃 哼 还有 二哥三哥 您全都分完了哈 这妈 怎么办呢 是活着过三节啊 还是勒死分三块啊 您说这谁敢呢 这妈是哪方啊 说完了 老姑奶奶满脸严肃 等着这张脸 坐下 这二爷三爷也坐下 没话说 亲戚朋友可都站起来 对 说完了 你妈吃什么呀 吃哪方啊 这哥仨都闷了 说不出话来了 试了一会儿 还是大爷站起来的 各位各位 您先请坐 您先路走 您跟我跟你说 王姑奶奶 坐在 亲户我跟你说 其实大哥呀 琢磨到这点了 按理说分家呀 咱应该分四份 为什么分四份呢 我们哥仨一会儿 老妈得来一份 养老亲吧 可是啊 我这么床 咱娘都这个岁数了 有个百年之后 她我不 还得再分一回 这不就少事了吗 再说 我呀 其实早想好了 是我没跟你说明 你看我们哥仨 都在那呢 今儿我们哥仨 都上上下来 让咱妈一个月 在每天住十天 人 这不出一吗 同十天 在我这住 到了十一 上老二家 二十一 到老三家 你说到那儿 都是亲儿子媳妇 都是孙男弟女 谁能不孝顺她呢 对不对 都会好好孝顺她呢 你放心 没问题 还有 对了 老三 咱可在这儿咱就定会下来 老娘 一个地上住十天 咱可说好了 该谁接 咱谁家 传都接去 该谁送 谁家咱一块送 老姑娘 你看 坐下行吗 老姑娘 点了一头 没说话 老太太一样 点了一头 觉得还挺好 没说什么 那亲朋好友 自然就不会说 吃完了饭 亲戚朋友 都走了 亲戚朋友 走了 就算老大家 那晚上没得说 晚上有个吃 上路吃着散伙面 到了晚上 热一热 折磨 就吃 到了第二天 按道理说 该这老太太 吃大儿子 早起 老太太起床 双眼睛 洗完脸 往太师椅上一坐 您看那儿媳妇 赶紧过来 又眼见又道场 您再看那大儿子 往这 直不容更高 往这儿一站 笔杆飘直 老太太说 嘿 这什么劲儿 这是 没有过照劲儿 怎么 怎么了 这是 儿子 坐下 坐下 别在那儿站 娘 那个 有娘在这儿 没有我 做了这个 嘿 这孩子 你怎么拉 结果不常理 老子 怎么站在那儿行 坐下坐下 不是 你看 有妈在 在那儿坐着 我们不能坐 你说万一 来个青龙好友 看你妈在那儿坐着 我也在那儿坐着 就不 看着咱们没规矩 我知道 您疼儿子 那咱也不能坏的规矩 到时候人家该说了 说您没教育 说我没规矩 老太太太 嗨 哪儿的事啊 这是 没事 要真有青龙好友来了呀 你再站起来 不就等了 儿子说 哎 你看 那个 坐不坐的呀 无所谓 我呀 到 真有点事 我想跟您说了 我不知道您今儿高兴不高兴吧 您要高兴吧 我就说 千万不高兴了 那什么 我今天说起了 老太没听了 你怎么了 什么事啊 他说我高兴不高兴呢 这话说到你能让我多难受 说吧 我高兴着呢 好 那 那 那 娘哪不说呢 哪哪不说呢 那什么 娘 看 您是为您儿子好啊 还是为您儿子肉饭呢 我看你 你这叫什么话呀 怎么 那 没娘的吗 那不希望自己儿子好 我自然的希望你大富大贵 你日子过得好啊 啊 是这样 我也希望我好 我也希望我过得好 可是您知道这个 过得好 不好 不好过 怎么就能过得好呢 您看 以前那大伙在一块住 住人时才火焰炮啊 不撒汤不露水 咱这日子过得好 这 现在不行了 分家了 八乡过海 各险其能 您儿子呀 没本事 您也知道您儿子 现在没有室友 老二老三 人家里边都有室友 您说 我们祸上的 可是这潭死水 总有个花丸子时候 等那天 我们这钱花完了 我们不就得要饭去 我们为了要饭 就只能从牙粿里边冲扣 爸 那什么 娘 您别在意啊 您别在意 您爱吃什么 您想吃什么 您说 我们给您做 绝亏待不了您 只要您想吃 您就出 我给您做 可是有一节 娘啊娘 我可跟您说清楚 做可是做 可只能做您一个人 就够您一个人吃 说孙男帝女上您这屋了 您往出宫 往出打 可别给他们吃 可别给他们吃 说给他们吃了 您不够吃了 儿子可没办法 我们 我们俩 您也没管 我们吃半顿 挨半顿 您不管 我们怕要饭 老汉子一听 哦 你们要了饭了 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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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哦 是妈吃的 那我哪尝尝 再说 哪有这事啊 没有那么些事 你们呀 你们吃什么 我就吃什么 爱吃什么 无所谓 你们吃 我就吃 你们能吃 我就能吃 我跟着你们都行 啊 去 行 坐去吧 随便 做什么我都能吃 哼 不好 妈 那个 您既然不说 我们就不做 您就非得说 您爱吃什么 我们就给您做 老太太一听 我爱吃 我爱吃棒子面 坐坐坐去吧 哎 走 好棒子面 大奶奶去 做饭去 棒子面啊 也没事 现在咱们这个人呢 都讲究吃健康食品 绿色食品 棒子面粗粮 好 那时候不是 那时候还是以白面 为最佳 要说吃棒子面 其实也没什么 你说那么棒子面 掺点豆面 把这面糊的细一点 蒸窝头 蒸的沙粽粽的 啊 甜酥酥 也挺好吃 不贴 贴饼子 烧旺火 面糊挺硬 把这饼子往锅里贴 大排锅 烧的饼子这么多 这么大厚 这么厚的饼子怎么吃 上面就一层 软的 当中午了 哼 哎 妈咱吃饭了 都应该一火了 贴饼子 往中间一放 老太太一看呢 好假 口就疼 这是贴饼子吗 这不铅饼子吗 这个 您这饼子太厚了 拿过一个贴饼子来 老太太一看 哎又说贴饼子 太硬了 拿着贴饼子就往锅里放 这一咬 一使劲 没咬动 把贴饼子往出去拿一看 好 四个槽 就啃出四个槽来 老太太一看 你 这要怎么吃啊 走 可以吧 就抠上面这层软的 老太太做游戏 也在这儿 抠半天 也抠不下什么来 吃了两口还挺沉 你说你要准备点咸菜 也行 哪怕蘑菇干呢也行 没有 干嚼 吃了两口菜干 老太太怎么哪不吃 心想 哎呀 得了 中午吃不好 中午晚上 晚上咱们 做个汤 不弄个面汤也行啊 揪个片汤 搁点羊肉丸子 是搁点羊肉的 把贴饼子往里一泡 也不错 等着 想的挺好 晚上吃饭 一看 这盆贴饼子又多了 妈咱吃饭吧 老太太说 哟 这贴饼子凉了 没事 给您再烤一口 老太太拿回来 再烤一口 有话吃 那边再烤糊子 一点我都贴不下来了 拿着这凉贴饼子呀 一点一点往下抠 吃了两口 实在吃不下去 又凉又干 就这么干 大爷他们这一家子 也吃这贴饼 一样也吃 大爷孩子们 一人拿下贴饼子 咬两口 找着李承 做事 到了晚上 大爷带着儿子 出去转一圈 你说是转一圈 上班了 听戏去了 奔着戏圆子 戏圆子听戏 听戏晚上戏 戏听完了 饿了 找个大饭庄 大饭馆子 猛戳 吃饱了 回来 大奶奶呢 带着闺女 抱着小子 串门去吧 我串门去了 豆排去了 上人家打麻将去了 打麻将过了 那什么闺女去 拿着钱 买大饼买酱 足挫一顿 也吃饱了 回来 喝着这火的贴饼子 就给老太太 到了第二天 老太太一看 好 还是那贴饼子 老太太发了头 就这一盆饼饼子 我吃十天 我也吃不完 忍着 说要减年 就这么吃 吃了四天 老太太实在 扛不住 吃不了什么 他饿呀 煮了外棍 就出来 说煮了外棍 出来 这狠的也狠的 奶奶在外边 看不见了 连说一声都没说 说妈您干嘛呢 没有 看不见老太太 出去了 老太太在煮了外棍 还好啊 离得不远 煮了外棍啊 就问二爷哪 进入二爷屋里门 二爷一看老太太来了 您看这规矩 立马站起来了 哎呦 妈 您来了 怎么 这是实地了 二奶奶都 不是过狐独了 这不出五吗 好出五啊 哎呦 妈这 出五 您怎么都来了 您 还不到十 十后呢 您应该十一啊 怎么 怎么意思啊 大生在我这儿住半个月 住半个月 您分家的时候 您怎么不说呀 您分家的时候 您要说在我这儿住半个月 我不能多分点钱吗 怎么这么早就来了 老太太 哎呦 不是 儿子 我不是这意思 你大哥那儿啊 给我吃贴饼子 这么厚的嘎吱 我嚼不动啊 怎么意思啊 贴饼子你都吃不了 那是粮食啊 我嚼不动 也干了 也没点咸菜 您还敲行菜呢 哎呦 您看着我们分家分了点钱 其实我们没钱的 钱都还账了 走 妈妈来 我也不让我出风了 您来了 您的管家饭吃 让您是妈呢 您感觉好不是 行行行 这有能够了啊 再来 买一斤半个面 这大奶奶买起来 买回了一斤半个面 放在锅里 兑了十斤水 熬 您说这粥里 哪有干的 熬得清汤瓦水 老太太一看 这粥倒不错 我能数得过来 这老玉米粒 喝 喝了两天 老太太心想 哎 熬我倒不接 尿箭多 别喝了 这活儿老太太饿了 就不死了 竹子贵 哪还走得动 竹子贵 一步三摇 扶着墙 就走出来了 出来就走不动 怎么办 洋车 洋车 叫了一辆洋车 什么洋车呦 就是人力车 落着洋子 拉着那车 还不是人力三轮 上这洋车 告诉他 什么牌头 什么字好 在哪儿 找谁 拉我去 到那儿给你们钱 这拉车的把老太太扶上车 拉着这车就 笨 老姑娘们 老太太心说呀 我呀 先上老三那儿 上老三那儿啊 我得救我救我呀 行 你你你这样 改吧 行行行 上上那 让那儿 让我们拉车的 拉车的 拉着老太太 都奔了三车 到三车这儿 下车 把老太太扶下来 老三 老三 没劲儿 叫什么老三 咱看这三车出来 他就死了 呵 你这不脱了人吗你 好像你死了 我们那个白庞子 全部都得了吗 你这不是脱了人吗你 呵 他做出来的 你可真行 怎么意思啊 他也怕 脸上让难看 赶紧从兜里 掏出来 赶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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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把你拉车的打不走 赶紧进来吧 别谢事了你 好家伙子 老太太 跟着老三都进入屋 到屋里 妈呀妈呀 你说你这不脱了人吗 这种子你就来了 差半个月了你 二十一才到我这儿的 这么早就来了 老太太就要哭 我这 算是 不是 我我我不是这样 一直想在你家住下去 你大哥那儿啊 他给我吃贴饼子 贴饼子呀 贴台空后 我脚不动了 到了你二哥那儿 都毛周 这周太稀了 我竟跑厕所了 我实在饿得不行啊 我上你这儿来 啊 老太太老太太 你可真行啊 贴饼子吃不了 粥喝不了 那都是粮食 我们这还没粮食呢 我们一家子 两天没吃饭了 你看着我们分这钱了 点赞麦斯都卖了 我们这房子早就卖不去了 都还了账了 走 你来了 来了没得管饭呀 学长您是妈呢不是 我没钱了 人家付责钱了 大奶奶 你有钱吗 哟 我和那儿有钱 有钱咱不就吃着饭了呢 这几个孩子 你们有钱吗 送我乱编 老三 吃 拿着一个桶子 买一个桶子铁山豆来 合着这老三就跟这铁山豆比了 老太太 吃吧 老太太一下 嘿 这道不错 老爸呢 贴饼子 老二单六份 到老三这儿 我吃铁山豆捡闷了 白天老太太横着仨 晚上多横着一个 差点的烟子 嘿 这两天早起 我太起离开呀 实在不行 我呀 就一个花儿子 我问老姑娘那儿 老姑娘那儿 要能接得住我 她要能管我呀 我就那儿救她 实在不行 别错足意 赶紧找个河 到河我死了完了 做这么办吧 又叫了辆车 哪儿哪儿哪儿 什么地儿 到那儿你敲门 敲门告诉他呀 告诉小孩 姥姥来了 让他赶紧出来 好了 拉车的 把老太子 拉到了地儿 一敲门 你姥姥来了 快告诉你妈 让你妈出来接来 这小孩赶紧往里跑 到了屋里 妈妈妈 姥姥来了 那什么 赶紧出来接呢 老姑奶奶 正坐在床上坐活 一听妈来了 准知道 准知道 赶紧的 赶紧的 翻身下的床 穿上鞋就往复跑 到了外边一看 老太太坐在洋车上 哎呦 腮帮子也多了 太阳穴也瘪了 眼睛点也干了 耳朵眼也干了 这下坑都抖了 这到死了这是 赶紧走着两步过来 老太太一看见老姑奶奶就要哭 下坑一抖上就要哭 老姑奶奶过来一把钻 妈 别哭 我知道怎么回事 别让邻居笑话 您先跟我进去 这边 抛钱 给了这个拉车的 走吧 掺着老太太就往屋里再来 把老太太掺到了屋里 让老太太坐那 老姑奶奶也坐那 老太太哭了 又要说话 老姑奶奶说 妈您别说话 我知道 我全都明白怎么回事 您这三儿子对不起您 我知道 他们不给您保持 我知道 没事 您呀 擦着吃先坐 我给您 充点污本 来点面茶汤 您先喝喝 不是不给您保 妈 您明白 您喝了这么些日子呀 您这肠子都恶心 我现在要大鱼大肉 给您吃 弄不好 您就得出点什么危险 您要死在我这 我这仨哥哥饶不了我 没事 您稳住了 我好好地调养您 吃不了几天 您就行吗 我太太哭了 行 行 就说出话 这边老姑奶奶 给冲了碗藕粉 沏了点茶变面 第二天呢 给煮点牛奶 过了鸡蛋 到第三天呀 煮点挂面 到第四天挂面 给你加点小饺子 到第五天呢 给包点小馄饨 过一个礼拜 给炖点鱼 过两个礼拜 炖点肉 吃点饭 就这样 一个月 您再瞧老太太的精气神 快上来了 一切都挺好 老太太心想 我呀 就这儿 这辈子呀 我也不挪窝 就这儿正好 哪儿我也不去 又过了那么几天 姑爷 这老姑爷 公敢出差 不在家 到了房子头吃完饭 老姑奶奶 跟老太太 在床上坐着 老太太抽着烟 老姑奶奶坐着活 俩人聊天 牛 妈 您看您这 怎么样呢 您最近 老太太就不碰 挺好 姑娘 您受累了 妈 瞧您说 您怎么了 养儿得计 养女也得计 如果说到这儿呢 我有这么个事 我得跟您伤了 有个事 我得跟您说说 老太太听 什么事 伤了 没事姑娘 说吧 我说出来 您别着急 您也别不高兴 您听我慢慢说 瞧 你瞧你姑娘 没事 说吧 娘不生气 娘啊 有这么句话 我不得不说 是 养儿得计 养女儿得计 说您养儿子 他得照顾您这辈子 您养女儿 这辈子 他也得照顾 您吃姑娘可以 吃姑娘可以 可您可得分怎么讲 说您要没儿子 您吃姑娘 吃姑娘 理所当然 或者说 说您儿子 自己都顾不了自己 没有营生 吃不上饭 您吃姑娘 吃姑娘 也可以 可您可不是啊 您仨儿子 站着房 躺着币 银行里存着多少多少钱 他们这么有钱 他们不照顾妈 他们可太狠了 可太狠是东西了 当然了 我可以照顾您 您就在我这儿住一辈子 没事 我们俩人感情好极了 可是有这么句话 我不得不说 妈呀妈 过日子 马勺没有不碰锅样 是盆没有不碰碗的 有这么一天 我跟您姑娘 我们俩人要真半个嘴 真打起来了 她说了 你干嘛 我还照顾你妈一辈子呢 这我可说不出来话 我可放不了身 这磨豆菜 坐着就要哭 妈你别哭 您别哭 您听我的 我不是不管您 我管您 我管您可是管您 这三儿子 咱可不能饶了他 我告诉您 我现在有这么个办法 我有这么个主意 您听我的 我保证您 以后您想吃什么 想喝什么 他们都给您送上 想听起 他们给您买上 想豆排 他们给您出钱 可有这么一点 您可得听我的 老太太说怎么办呢 咱家 这么办 有一个戏法啊 您跟我并 您跟我并 是人吗 还不来把我们这儿给扔了 你说的 说得挺好 你还不讲说挺好的 是吧 说点什么呢 咱 说点实事 说点什么实事 没什么可说的 咱俩下了 咱俩余老师怎么样 咱说说余谦老师 余谦老师可乐 余谦老师你看这个 向上人家那当然是好 余谦老师是见过大师 见过大家的 真正取一班 取一班这个科班 人家是科班出来的 见过世辰王爷 王世辰先生 这种大家人家全都见过 这是大家授课 教出来的确实 余老师好 可以说人在中国 旁门第一 确实是好 余老师还有一个爱好 就是养储物 余儿的宠物养的不得了 现在在大清那开了一个 这个出雾园 以后大家有机会 所以去看看 比动物园的全 因为它有一个矮马 这个矮马不得了 那个小矮马 全世界最大的种群 现在在余老师那 太强了吗 真的真的 这个全世界最大的种群 在余老师那 现在余老师 正帮着马繁育的 帮着马延续下去 前段时间啊 我们师父生日 余老师 送过我们先生一匹马 嘿 这马不错 其实人家这马不是骑的 人家小马观赏马 就跟这狗似的 狗人员长不大 观赏马 送过我们先生了 我师父郭德刚老师 送了他了 嘿 师父是两个喜欢的马 不错 可是不知道这马 只能观赏 只能看 不能急 嘿 那天刚签来 带着我们几个师父 这几个师父 都给您当手 一个叫孔荣荣 一个叫鸾云平 一个叫岳云盟 这三位 都给您当手 喂 看我这马 我们师父 爱骄傲 他就爱显辈自己的东西 看我这马 人王送这马怎么样 跑得快急了 跑得我这马 跑 好快 我骑上你们试试啊 好师父 啪哟啪哟 他那个高度 骑这个高度怎么合适啊 他那个高度骑这个高度怎么合适啊 他那个高度骑这个大马就费劲了 骑这个马怎么合适 穿谁这样啊 老郎 骑一下 师父 也没有安子啊 抓着这马 骑 拍屁股 马就走了 跑了一圈回去了 嘿 我们三哥 虎明龙老师 是吧 哎 你这马知道 知道 你这马好快 我我我我做一手试 算给你这马 啥呀 这你会你你你念我说吗 你你你不是让炮崩了 你怎么还会做事 可以好 我做事好极了 你听我的事啊 说呀 嗯 师父上马身 死碗扔银针 马跑八百里 银针上位沉 我师父挺好啊 这 就说这马跑得快 我师父上了这马 那马跑了一八百里 在银板里啊 扔一针 马回来了 那针还没沉呢 小鬼 不错 师父做的不错 呵 我们师父美了 骑得马又来一圈 又骑一圈回来 我们这银银银针 师哥来了 师父 不赖 我也给您来一时怎么样 你们都吃人了 你说 你拿 师父 上马身 这不就对他说了 嗯 嗯 师父上马背 灭火转鹅膀 马跑八百里 鹅膀上一球 哦 师父 行你也可以啊 你可以 行我再来一圈 好 我们师父没多我抱一圈 这一圈下来 回来了 我们现在最著名的 袁鹅膀师哥过来 大脸啊 比我脸大 师父这 好 太好了 他说完太好 他没词了 不知道怎么说了 说什么呀 人家前面都说完了 我不会做事啊 这会儿我们师娘过来 我们师娘一不留神 出了个虚功 就是放个屁 说个烟词的放个屁 我们师娘一放屁 我们这乐师哥有词了 师父有了 说 师父上过季 师娘放个屁 马跑八百里 钢门还没闭 谢谢 谢谢 谢谢